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智商低下还经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 只有一个小女孩不嫌弃他 愿意和他一起玩 还会在帅小哥被欺负时帮助他 帅小哥终于交到了人生中第一个朋友小美 两人形影不离的慢慢步入了高中 长大后的帅小哥依然逃不开被欺负的命运 这天他在躲避欺负自己的同学时 无意中跑进了一个橄榄队的训练场 球队的教练看到帅小哥跑步快到出现残影 一瞬间惊为天人 挖掘他进了大学的球队 但尽管如此 帅小哥的智商依旧不高 按现在的话来说呆猛的不行 这天他看到小美和一个男人在车里做羞羞的事情 他竟然以为小美遇到了坏蛋 冲上去就揍了那人一顿 小美在一旁是又气又急 好不容易解决了帅小哥送小美回宿舍 面对凝了雨 性感漂亮的小美 帅小哥却什么都没做 两人顺利的闭了夜 帅小哥从落军 而小美却去了酒吧卖唱 这天帅小哥穿着军装 在台下听小美唱歌 还把几个伸出闲着手的臭男人打了一顿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小美觉得他和帅小哥已经越走越远了 这天帅小哥的部队受到了敌军的偷袭 死伤无数 而帅小哥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不仅没有受伤 还从枪林弹雨中救出了战友 战争结束以后 帅小哥就受到了表彰 演讲时又碰巧见到了人群中的小美 两人再度重归于好 但好景不长 小美没过多久就选择了离开 她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她想要出名成为一名歌手 帅小哥笑着和她告别了 没有了小美以后 她并没有止步不迁 她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于是她几乎偏执地 做好自己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 也正是因为她的脚踏实地 让她取得了无数的成功 而小美却始终不幸 她染上了毒品 四处流浪 打扮得艳腻而又妖娆 却越来越绝望 但小美又是幸运的 帅小哥的母亲去世以后 两人再度冲锋 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帅小哥当天就向小美求了婚 小美感动于帅小哥的深情 两人共度了幸福的一晚 但没想到的是 小美没有留下支言片语 再次离开了帅小哥 帅小哥却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放弃 她耗费了几年的时间 不知疲倦地奔跑着 寻找着小美的下落 小美在电视上见到她时 帅小哥已经胡子拉叉了 她非常的感动 带着帅小哥的孩子 找回了帅小哥 两人终于结婚了 《阿甘正传》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影片 严肃力带点小幽默 更是穿上了许多的细节 仿佛是美国战后几十年的剪影一般 而影片里的经典台词 更是传遍大江南北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 你会得到哪一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